山川智甫右肩系上胸花 畢業典禮當天 將近400位學生興致勃勃 但卻一直到整場典禮結束 最重要的畢業證書 卻都沒拿到 畢業典禮那天是不是 你們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對 為什麼 好像印錯 就是那個年份好像印錯 反正是2023變成2080這樣 年份印錯害得同學們 要跑一趟回學校拿 甚至是已經發到學生手上 才發現原來有錯誤 才又緊急回收 社發在台南的一所國中 6月14號畢業典禮當天 原本要同步發放畢業證書 但卻因為印刷場出錯 導致382名畢業生 事後才能回到學校重領 甚至有五專記職生 報道程序因此而受影響 我們有發一個通知書給家長 也很明確的告訴家長說 其實這個對報道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機長舞動開心的和學生交流 學校長期固定舉行的 國際交流會控訴人指出 因為時差問題沒國同好 害得學生一大早7點 就到校哭等 卻沒等到在南美洲的 姐妹校上線 只拍下這張照片草草了事 老師或組長當下的解釋是 對方沒有上線 那我們就拍個照 然後做結案吧 我們兩邊可能在聯絡上 是沒有聯絡好的部分 所以他們未來還是會持續 在跟我們做交流的部分 配合教育部政策 與國際姐妹校的交流 越來越頻繁 只是一來一往間 時間日期沒巧合 反而讓學生們白忙一場 TVBS新聞 愛照顯林嘉義談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